发财术怎么养护最好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发财术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发财术 这个名字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为室内常见的绿植之一 发财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还能净化空气 增添家居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要想让发财术茁壮成长 知繁叶茂 就需要我们用心去养护 那么发财术怎么养护最好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适宜的温度是发财术生长的关键 发财术喜欢温暖的环境 适宜的生长温度一般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左右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 发财术的生长速度较快 叶片翠绿 生机盎然 因此在养护发财术时 我们要注意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 避免温度过低或过高 对植株造成不良影响 冬季时 尤其要注意保暖措施 确保发财术能够在温暖的环境中 度过寒冷的季节 其次 光照也是影响发财术生长的重要因素 发财术需要充足的光照 来进行光合作用 合成养分 促进枝叶的生长 因此在养护发财术时 我们要将其放置在光线明亮的位置 确保植株能够充分接受阳光的照射 春秋冬季节 可以将发财术放在向阳的窗台或阳台上 夏季时 由于阳光强烈 可以适当遮阴 避免直射的强光 对叶片造成灼伤 除了温度和光照外 水分管理也是发财术养护中 不可忽视的一环 发财术对水分的需求适中 既不能过于干燥 也不能过于潮湿 在浇水时 我们要坚持 渐干渐湿的原则 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 灵活调整浇水频率 春季和秋季 是发财术的生长旺季 此时需保持土壤湿润 夏季高温时 水分蒸发较快 需增加浇水次数 冬季温度较低 植株生长缓慢 可减少浇水次数 保持土壤干燥 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积水 以免造成根部腐烂 另外 合理施肥也是促进 发财术生长的重要手段 在生长旺盛的时期 我们可以每月为发财术 施加一次饼肥水或复合肥 以提供充足的养分 此外 还可以适当追施零甲肥 以促进植株的开花和结果 在施肥时 要注意控制肥料的浓度和用量 避免过浓的肥料 对植株造成伤害 同时也可以结合叶面 喷湿磷酸二氢甲等叶面肥 以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能力 使叶片更加翠绿有光泽 最后 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发财术的病虫害 在养护过程中 要定期检查植株的叶片和枝条 一旦发现病虫害的迹象 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 可以摘除病叶和虫叶 喷洒杀虫剂或杀菌剂等方法 来控制病虫害的蔓延 同时 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 也有助于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以上就是关于发财术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